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你越着急越赚不到钱 反而会让福报耗光 慢慢来才是人生最好的活法 一起来听 小道童问道长 师父 以我的资质多久可以开悟 道长说十年 小道童又问 要十年吗 师父 如果我加倍苦修 又需要多久开悟呢 道长说 歹需要二十年 小道童很是疑惑 于是又问 如果我夜以继日不眠不休 只为修行 又需要多久开悟呢 道长说 那样你永无开悟之日 小道童惊讶道 为什么 道长说 你只在意修行的结果 又如何有时间来关注自己呢 这说明什么呢 太过重视结果的时候 行走的步调会紊乱 匆忙赶路的过程中 双脚触及地面的力度就会减轻 如此 生活就会有失踏实 进而降低生活成功的质量 为此道长才劝记小道童 凡事切不可急躁冒进 借出急躁 真正静下心来 看清自己的内心 看清自己真正想追求的是什么 世间美好的东西实在多得数不过来 我们总是希望尽可能多的东西 为自己所拥有 于是心浮气躁 积极盈盈地追求 追得了这个 丢失了那个 心中满是愤懑 求不得 舍不得 懊恼不堪 生命就这样在拥有和失去之间流走 其实生活中诸多的压力 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的坎 生命中诸多的痛苦 都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当你放下心中不必要的攀比与欲望 让自己的身心都慢下来 细细地品味生活 你会发现 原来自己还是以前的那个自己 快乐而不缺乏梦想 一 慢了才能保持升级 道德经中说 不知常 网做凶 人不能网动网做 世上许多人钻营忙碌了一辈子 究竟为谁辛苦 为谁忙 到头来自己都搞不清楚 道德经用言 熟能安以酒动之而徐生 真正的动 是明明白白 而又充满意义的动之徐生 心平气和生生不息 而是建立在心境基础上的外在运动 在静到极点后 要能启用 启动 动以后则是生生不息 永远长生 徐生的含义 也可说是生生不息的长生妙用 它是慢慢地用 这个观念很重要 等于能源一样 慢慢地用 减省地用 虽说能源充满宇宙 永远存在 若是不加节制 乱用一通 那只是自我糟蹋而已 动之徐生 也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法则 道家要人做一切事 不暴不造 不乱不着 一切要悠然徐生 慢慢地来 态度从容 怡然自得 千万不要气急败坏 自乱阵脚 社会上几乎每个人都是天天分秒逼争 忙忙碌碌 事事穷紧张 不知是为了什么 再拼命玩命 这与动之徐生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为人态度从容 可以依然自得 和谐处众 以致化愿 做事不暴不造 可以不乱不着 冷静就难 淡定受洗 这对于普通人而言 尤其是这个时代的人 尤为需要 二 少就是多 慢就是快 道德经有云 少则多 多则祸 大气慢成 不论游戏还是人生 少就是多 慢就是快 据说曾国藩少年时 趁夜读书 恰有一个小偷在梁上 想等着曾国藩试了偷窃 想不到一篇文章 反反复复地送读 曾国藩就是背不下来 最终 小偷一怒之下 跳下房梁 将这篇文章 给曾国藩背了一遍 并扬言 你这脑子就不要读书了 可见曾国藩自知之平庸 但正因为他自知自己 非聪明人 所以读书做事 不求洁净 用最扎实的方法 慢慢来 不读懂上一句 不读下一句 不读完这本书 不摸下一本书 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 绝不睡觉 他自知 没有智力优势 因此比别人更虚心 他从小接受挫折教育 因此抗击打能力更强 他做事不懂取巧 遇到问题 只知硬酸 因此不留死角 所以曾国藩考秀才考了七次 但是一旦开窍 后面的路就越来越顺 中了秀才的第二年 他就中了举人 又四年 高中进士 这样才有的医生 出将入相 没有起伏搓跌 实属罕见 相反 那些有小聪明的人 往往不愿意下苦工 做事总想找捷径 遇到困难绕着走 基础松松垮垮 结果平庸一生 有些方法看起来慢 其实却是最快 因为他扎扎实实 不留一臂 慢是一种境界 慢得不得不快 而现在的年轻人 最大的问题是 所有人都想做老板 没有人静下心来 好好做事了 都认为站在风口上 猪都能上天了 没有人扎扎实实 提升自己的能力了 都认为机会来了 所有人都想一夜暴富 没有人想到成长 也是需要时间的 所有的成长 都不是一两天 三年树一品 十年磨一剑 要想成为一棵大树 首要的条件 是时间的积累 三 化而涂之 则为大利 急而成之 则为大害 孔子讲 无欲素 无见小利 素 欲素则不达 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说话做事 该慢下来的事情 就必须慢下来 扎扎实实的做好 而养心与求知 恰恰是人生种种修行里 最急不得的事情 心如若随着全语力 跳来跳去 不过突然心烦而已 孔子一日 曾与几位 试作的弟子闲谈 让他们谈谈志向 子路性子急 孔子话音未落 他就洋洋洒洒的 讲了一大套 可是子路万万没有想到 他这一通情感流露 却让孔子转身 就赏了他一声冷笑 这热脸可是大大贴上了冷屁股 孔子事后也解释了冷笑的原因 为国以理 前不让 事故审知 不是说你讲的不好 而是你这沉不住气的劲 太不像样 孔子一直强调 敏于行 而甚于言 欲是须 鸡米麻利 雷厉风行 可讲话最技巧 一定要思虑清楚 等时机恰当 暂调四里的说出来 急着发话 本就一师之甚中 即便话本身没什么毛病 若说话的时机不成熟 好话也多半成了坏话 试想 即便子路说破大天 师尊幻音未落 就抢江上来 任谁见了 不会先皱皱眉头 怪他失礼呢 北宋晚安石变法 为什么会失败告终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晚安石太过于激进 就连晚安石自己都承认 改革激进 华而图之则为大力 急而成之则为大害 他只认定一个目标 却忽略了在实现 这一目标过程中 必然会连带产生 一系列问题 在短短数十年间 将十几项改革全面铺开 全面地得罪了 各个阶层支持者 于是改革陷入了 进退维谷的窘境 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宋难神童 方仲勇 年少时 业意惊人 家家羡慕 可是他父亲偏偏图他 早赚名利 不让他静心学习 终日带他出席各种名流聚会 博取名声 就这样 方仲勇的学养 日退无耻 最终没能避免 闽然众人的命运 大涵养的积淀 远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无论心智的历练 还是知识的学习 都不能挤功尽力 压苗助长 为心神宁定 后期勃发 才是收获大涵养 大格局的正途 在墨西哥有一个有趣的格言 有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 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 旁边的人很奇怪 为什么不走了 停下的人一笑 走得太快 灵魂落在了后面 我要等等他 是啊 我们都走得太快了 如果走得太远 会不会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不如让我们试着 从当下开始慢下来 慢不等于懒惰 慢不等于停滞不迁 慢是对生活中风景的驻足 是凡事包容 是不挣扎 不争宁 不恐慌 稳而思进 慢而有为 才是慢生活的真谛 只有慢下来 我们才会有时间去思考 静下来 我们才能看到自己的内心 感受到生活的欢乐与真谛 在纷繁忙碌的生活中 我们的心渐渐移视了对美好的想象 但事实上 美好的事物 一直都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 因此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我们应该让自己慢下来 静下来 让灵魂跟上 经验分享就到这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过小叔的家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